就說不要用很挫這個 這個是 我不知道 應該是國小吧 國小的比賽 以前我是樓刀腳底的選手 其實就是有 就是都有去 都有練過 那也有參加比賽這樣 那好久了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大學的時候 就是我們第一次拍你的時候 對 那時候去博士排練歌的時候 對 是17年世大運之後 之後嗎 還是之前 好像是之後 之後嗎 就是我們第一次 就是我第一次拍到你 所以我覺得是我 嗯 我覺得還是懵懵懂懂吧 就是 對於很多 歷練好像都還 還沒有到那麼成熟 就是 只有對於比賽的渴望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想法跟觀念 其實都是在日本那段時間去慢慢建立起來 嗨 教練是誰 文等教練 文等教練 他感覺嗎 他有什麼教練 就是 老師啊 老師 等等老師 老師 等等 你們都會這樣教練 不會啦 就是只有老師而已 文等老師是這樣 文等老師 我覺得他就是跟 父親的感覺是一樣的 就是他一直在 還沒有有成績的時候 他就一直的跟著我們到處去訓練 然後不停的在找 能夠幫助我們出國比賽 出國一地訓練 然後 作為很像父親的一個角色 然後陪在我們身邊 訓練 比賽到處奔波 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辛苦的教練 對 嚴真寧 偶像 其實 看到這張照片 那個感動還是存在的 因為 這場比賽 我相信對他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場比賽 對 然後 拿下這個比賽的勝利 我確實 哭得比我自己 哪知道的金牌還要 還要嚴重 對 那時候你一直都還要去 對 我自己都哭到那邊去了 他搞不好自己都沒哭成這樣 我已經 我已經 那個 崩潰了 他應該知道吧 對啊 他應該知道 這就是 亞運 亞運 亞運的時候吧 其實我以為 文敦老師會哭耶 其實我以為 文敦老師會哭耶 他沒有哭啊 他沒有哭啊 然後他奧運的時候哭成那樣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還是他習慣了 還是他習慣了 奧運之後才沒哭 對 對 可能他習慣了吧 其實習慣很好 讓老師很習慣 那大家可以 我跟大家分享 你有沒有看到老師的那個 經戒指 你有沒有看到老師的金戒指 上場比賽前 老師會把他戒指拿下來給我戴一下 就是 老師給我說 欸這個來來來 我戴一下 他就 他之後就會都給我戴一下這樣 摸一下這樣 幾乎啊 就是他有 他有想到說他就拿下來給我戴一下 我就要戴一下 然後上場的時候再扒給他 把運 那個啊 金 金牌的那個運 我已經 接給你這樣 那你要戴那一隻 那你要戴那一隻 我是不知道老師的指揮是不是 我是戴十隻啊 對 我是戴十隻啊 對 那不知道你也講到他什麼 他什麼人 講軍庭 我的哥哥 軍庭 他現在都一直在跟著我們 在做 比賽啊 訓練等等 然後 訓練也會給我很多不同的建議 但是他現在是真好的教練 執行教練之一 那他在 他在 除了 他給我一些訓練上的一些建議呢 他在我 挫折啊 或者是 很 低潮的時候 他都會選擇會陪在我身邊的一個人 林真好 他是我的好同學 就是 其實從小到大其實一直都是 應該是說都幾乎都是同學了啦 都是在羅道生涯中 其實都是一隻 互相的鼓勵 然後 他也是一個很努力的一位 羅道的選手 然後這次也會去巴黎奧運 這是我們比賽場地吧 對啊 這是我們比賽場地 其實我沒有 我自己沒有進去看過 但是就是有看到這個 建築 對 那其實也 我現在 現在這樣看就覺得 我一個多月後就已經 站在這裡 這應該是巴黎奧運的時候 東京奧運的時候 對 這應該是東京奧運的時候 對 會想到什麼 會想到什麼 感動吧 就是 當場比賽真的滿激烈的 然後最後 在最後最關鍵的時候有 拿下勝利 對 就希望自己 之後在 巴黎奧運的最關鍵的時候 然後就是 能夠咬緊牙關 然後撐到最後 想到什麼 楊永瑋 期待看到他 在巴黎奧運上的表現 然後 不管 結果如何 我相信 他可以 很享受在那個舞台上面 那 對 感谢观看